自从2021年入手了这台Maxim 400之后 我们骑着它跑遍了台湾很多地方 不管是一日短旅行或是多日的长旅行 只要再加上一个龙骨三角包 还有一个小背包 大小行李就都可以放得下了 这样的配置 我们不管是在双载切地瓜 或是南横公路 带着重机坐骑径渡轮 生日环半岛等等 都能轻松应付毫无负担 然而说穿了 我们也不是不愿意装尾箱 只是考量到我们的车 行李箱已经很大了 Maxim 400有45公升的大容量置物空间 足以放下两顶我们的全罩安全帽 再加上我不喜欢尾箱阻扰我上下车 Winson 则是考量到骑行的平衡感 龟弯稳定性 车身配重 侧风面积大 等安全性因素 他也曾在社团群内看到车友 因为安装的产品品质不佳 导致支架断裂 尾箱掉落 发生危险的事件 所以果足不前 最近有一个新创品牌的厂商 阿斯图坦 找上我们这小小的频道 希望我们能帮忙测试新产品 是一个ABS硕缸成型的45公升尾箱 Winson 听厂商说 重量只有一般铝箱的一半 月末3到4公斤左右 便欣然答应帮忙测试了 Winson 说 虽然他为了帮植物箱降温 已经在植物箱外围贴上铝服隔热棉 但是植物箱就在气缸的正上方 启程时产生的热力满满 冬天骑行时还好 因为有冷空气的降温 植物箱大约30到40度 但是夏天时 温度会飙升到50度左右 过去出游时多次 因为高温的缘故 不敢买任何伴手礼 尤其是需要低温的糕点 或是生鲜食品 更是每次都恶晚而归 如果有了一个尾箱 不仅可以在旅行时 买些伴手礼回家 也不用担心高温 或是空间不足压坏食品 再加上 尾箱有个背靠 我累了的时候 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算是一举两得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厂商的协助下 我们这次从台北到东港的旅行 刚好可以来测试这咖尾箱 于是在出发的前一天 Vison自己安装了支架 并装上这45公升尾箱 带着90公升的植物空间 准备出发咯 我们很兴奋 兴奋 开心 美国有下雨吗 美国有下雨吗 没有 没有 那边好阴喔 阴阴阴阴阴的 但是这里有阳光 好高兴 一天出发 出发当天 北部的天气凉爽 我们跟中年大叔骑士团的义方夫妇 约在忠孝桥头铺面 准备骑台六四到八里去接台六营西滨公路 然后到新峰休息站去跟另一位成员 也是Vincent跟义方的学弟小海鲜会合 在一起往南部骑乘 这次的旅行 我们计划先从台北骑到嘉义 去尝尝知名的美食 然后再到台南去过夜休息 之后的行程我们就随遇而安 边走边讨论 这样的旅行最没有压力也最舒服 义方受到Vincent的影响 今年也退休了 他们两个个性相同 退休之后变得更忙碌 因为都是安排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虽然很忙 但是却更快乐 这也算是中年大叔们给自己的小确幸了 小海鲜是大家的开心果 每次聊天 Vincent总是可以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他是今年才加入我们中年大叔骑士团 因为他是被Vincent推入坑的 所以Vincent总是尽量陪他一起骑长途 互相有个照应比较安全 所以当这次他发起这趟小旅行 三个人马上就约好出发 这趟是小海鲜既上次跟初老骑士大洋团 团骑到云林之后 再次创下骑程最远的记录 同时也是义方夫妇骑这台 B&GW最远的一次旅行 他们说跟着Vincent与我两位老司机 一切都能比较放松 不用担心 所以只要我们有约 也都大都会跟哦 这次出游车辆有三台 我们第一次用Discord这个城市来群聊 可是因为技术性的缘故 效果不是很好 不过骑车的三位骑士 都还能保持通话畅通 也算是解决了基本的需要 大家若有更好的建议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依照老惯例 只要有经过苗栗 我们一定会在白沙屯广库公层流 来向妈祖祈福 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顺利 白沙屯广库公是地方信仰的中心 最早可追溯至乾隆年间 因早期渔民遇到传难 妈祖显灵营救 所以地方人士于1863年 新建土圆茅屋的圣米茨 经过多次库建 才成为现在的规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开拱天公后 我们下一个停留点 就是距离135公里左右的云林口湖休息站 天气良好 视线宽广 云森带头在前面领旗 遇到路上有掉落雾 或是强烈侧风的时候 他都会透过Discord 通知后面的骑士们 哪里有特殊的地标或是风景 他也都会让大家知道 这样的骑程经验对我们来说既新骑又有趣 未来有机会 我们中年大叔骑士团一起出游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一起来联络沟通 让大家骑得更顺畅更安全 请不吝点赞订阅 小海鲜 在刚才开始 我过了台中港后 就准备进入几个西兵快速道路的强峰路段 小海鲜因为是单骑 所以整备重量较低 容易受测风影响 加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强风 他选择放慢速度安全至上 而我们与一方夫妇整备重量都超过400公斤 所以就一路破风前进 我们就约定在口湖休息站相见了 大叔你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口湖休息站 朋友还没到? 还没到 今天装的这个新的箱子啊 行李箱里面的东西都装在这里面 因为这个还可以上屎 所以也蛮好拿的 把它锁起来 45公升放一点安全帽已够 我们把那个那种过夜的衣物啊 就直接放在下面 回来之后这边就可以放一些食物 那今天骑程的感觉怎么样? 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没有感觉说 没有感觉说有什么不舒服或是摇晃 而且今天风很大 没有什么影响大 所以觉得这个大小45应该还可以 55我觉得应该还可以 就是说 因为你看它这样子好 它还是在我们车里面 后面还在 没有 它还是在我们的车里面 所以它不会去大到都会长到 参考了小海鲜的Honda原厂 65公升植物箱 我们觉得阿斯图坦的这个植物箱 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可以耶 未来再试试看55公升的植物箱 看看能否一样满意 时间来到下午一点左右 我们也快到了吃中餐的地方 那就是嘉义最知名的美食之一 我们在城里 这个店里有套放到最后 你们在城中 我充滞的地方 我们都是在这里 就像这一家有个是 哥们之一 甘肃娃娃 小艺娃娃 小 這就是一顆蛋 這麼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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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喝 還有一個 謝謝 由於一方夫婦要北上 我們就在用餐後分開 在小海鮮的帶領下 我們去了家有名的冰店 吃冰香薯 由於預定的住宿旅店不同 我們吃完冰後就各自騎乘 Vincent與我要到路爾門盛門廟去看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就接回台六一快速道路 沿路看到非常美麗的夕陽 照在七谷的夕湖上 波光零零十分美麗 這就是旅行最棒的地方啊 在北部很少能夠看到如此大規模的廟宇建築群 所以每次來到中南部的知名廟宇 我們都會被這莊嚴肅的氣氛所感染 心靈也可以得到寧靜舒緩 停留了將近半小時後 我們的肚子也有點餓了 進到台南市後 看見一個傳統市場 我們馬上下車買了好吃的鳳梨與荔枝 當作飯後的水果甜點 今天就拼了 這次要吃 七點飯出來 走囉 這家阿輝是好善於我們以前就曾來過 不僅開業已經三十多年 更曾護米其林綠色指南推薦 今天剛好路過又不用排隊 一定要來再次嘗嘗 而這家有八十多年歷史的銀鋪布丁 更是不能錯過的飯後甜點 只要來台南我們一定會買 我們今天就在安平運河附近的民宿落腳 好好的睡上一覺 為明天的旅行做準備囉 一覺睡到自然醒之後 我們與小海鮮約在雪仙宮市場旁集合 他買了個潤餅捲給我們當早餐 好好吃啊 你那個雙湯的聲音好好聽喔 我就住在這個裡面 喔喔喔喔喔喔 這像烤雞湯 稍加討論之後 決定到東港華僑市場去吃海鮮 雖然距離只有100多公里 但沿途多為市區道路 所以我們一起出發 約定不跟車到目的地去集合 沿路透過Discord天南地北聊天 不管是最近的景氣 孩子的升學 或是身體的健康 事業的經營 利用這個機會 大家可以聊得很開心 不僅讓我們心情愉快 更能疏解壓力 短旅行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每年5到6月 是南台灣阿伯勒盛放的季節 隨處可見金燦燦的花海美景 路上看到這位先生 後座載著三隻老鷹出來兜風 想必是位悠閒的雅士啊 第一次騎乘在台88快速道路 至此我們終於把全台快速道路 從61到88全都騎過一遍了 雖然很愛吃海鮮 但是上了年紀之後吃不多了 所以點少少 其中有道黑鮪魚肋骨味增湯 是在生魚片湯買了一包黑鮪魚角料 雖然便宜但是非常好吃 建議大家可以去買來試試看哦 本來吃飽後我們就要各自離開了 突然說到小海鮮來電說車子壞了 Vincent急忙趕過去看 結果判斷因是電力不足 雖然我們車上隨時都帶著洗凍電源 可惜街頭不合 在Vincent建議下請附近車行來接電發動 只花100元就排除故障可以繼續出發囉 在離開東港前我們又去了東龍宮 去東龍堂創始總店買了20盒的龜鈴糕 這次還好帶了這咖45公升的尾箱 這20盒龜鈴糕加上昨天買的滷味與布丁 全部都可以放進去 輕鬆愉快 也不用擔心如坐墊下行李箱一般的高溫 這個阿斯圖坦的尾箱真的很理想 我跟Vincent說經過玉井這麼多次都沒有進去吃過芒果冰 今天趁著非假日又不是旺季 所以應該要來去嘗嘗看 於是我們沿著台29縣再接上台3縣 到玉井找了家平價不錯的冰店 果然沒有讓我們失望 真的太好吃了 可惜這冰帶回台北會變成一袋果汁 下次一定要帶朋友們、孩子們一起來吃 這個美味值得我們跑一趟的啦 回程路上我們一邊欣賞美麗的落日西照 一邊享受騎乘帶來的舒壓與快感 除了經過幾個大城市之外 其餘的路段都車賞好騎 天黑沒多久我們就到了新竹 把我們的車加滿油後再喝杯咖啡 繼續踏上歸途 到了台北 按照慣例我們用洗車當做這趟旅程的結尾 現在已經進入梅雨高溫的季節 加上近來地震不斷 颱風將至 未來幾個月我們會以半日游或一日游為主 還是會持續更新影片 請大家持續關注我們 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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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